另外今年还不到第一季还没有结束 但是全世界各地都爆发了不同形式的农民抗议 我们为您focus了欧洲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印度 印度的农民抗议印象最深的是四年前 当时农民包围首都抗议 而莫迪政府那个时候承诺 也一度让农民的收入翻倍 三年之后 下面抗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印度政府愿意保证收购 最低价收购的作物 只有稻米跟小麦 种这两种耗水作物 已经让两个邦 庞哲普和哈利亚纳 他们的地下水严重超抽 因为农民有警觉性 希望改转其他作物 但是政府在其他作物上 并没有收购的保障 也没有给予农民退休金 因此这次抗议的不罚 很多非常高龄的老农夫 印度军警在高速公路 用催泪瓦斯和路障 把他们挡在首都圈200公里外 输出印度人口红利 争取中东投资 并深化战略关系 印度总理莫迪 二月中在任内第七次 访问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同一时间在印度国内 农民们对莫迪的治理不满 大队农机车辆挤上高速公路 前往首都抗议 要莫迪兑现当选时的承诺 二月十六日 农民们踩走一半路程 就遇上紧离挡路 在离首都新德里 还有230多公里远的乡部 印度警方发射催泪弹 驱赶农民 另一批来自哈里亚纳邦的抗议者 则遇上军方五人 积用催泪瓦斯迎接 部分地区被断网 抗议领导者们的设媒账户也被封 到不了首都 风尘仆仆赶来的农民们继续占领高速公路抗议 他们很不满2020年农民抗议后 政府承诺都跳票 还通过农业市场化相关的法案 现在农民们要求 立法保障所有种类农作物 都能由政府补助 以最低支持价格被收购 并免除农民贷款 以及为农民提供退休金 上次抗议后 印度政府承诺让农民收入翻倍 四年后农民们觉得完全被耍了 这次抗议主力是庞哲普邦 与哈里亚纳邦农民 尽管现在种植的稻米与小麦 在政府最低支持价格收购之列 但耗水作物让这两个地区 地下水位明显降低 想转种其他作物 政府又不补贴收购 风险很大 吃着不浓的咖喱沾薄饼 餐风露宿无法洗澡 但祖父母籍的农民们 竟然坚持跋涉数百公里 在年遇古稀时实践民主抗议 目前农民们依然坚持和平抗议 没有反击警方 但默默堵住高速公路展现决心 印度政府提出五年合约 运用最低价收购的只有 豆类玉米棉花等作物 农民们觉得跟他们的诉求差太多 农业部与农民工会展开 马拉松市的协商后 2月19日谈判宣告破局 印度总理莫迪访问阿联时 口口声声说倾听民意 也为当地上百万印度劳工 争取到一座位于杜拜豪华的印度教庙宇 但他终究得在大选前 面对国内农民问题 印度农业问题千疮百孔 超过14亿人口中农村人口约占72% 印度今年大选可能在4到5月间举行 农民选票很重要 上次农民抗议延续几乎一年 甚至造成首都新德力警民冲突 一死百伤 这次两个带头抗议的农民团体强调 后果全优政府负责 TVBS新闻综合报道